接下來我們要介紹三間行列式裡面行列式的性值5跟6 性值5是說我們可以將某一行或某一列的K倍加到另外一行或另外一列去 則它的值行列式值是不改變的 那這個性值還蠻常用在我們平常在行列式運算裡面 這個還蠻常運用在我們行列式運算 所以這個還蠻常用到的喔 同學你要注意這個還蠻常用到的喔 那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證明這件事情是沒有錯的 好首先這是我們行列式的定義 那我們就不多加解釋 接下來我們要來把這個展開來 那這個要展開來呢 那我們把這個第一行把它的K倍加到第二行去 所以我們要試著來看它是不是對的 所以我們要把它展開來 那所以第一個A1乘以B2加KB1C3 加K乘以A2加KA1乘以B3C1 加A3B1乘以C2加KC1 減掉A3B2加KB1乘以C1 再減掉A1B3C2加KC1 再減掉A2加KA1乘以B1C3 接下來我們把它展開來 展開來 你看一下喔 A1乘以B2C3加A1乘以KA1B3 然後按照這樣的順序一個一個的展開 一個一個的展開 一個一個的展開 這兩個乘以他 A3B1乘以KC1 然後 減掉A3B2乘以C1 減掉A3K1B1乘以C1 減掉A1B3乘以C2 減掉A1B3乘以KC1 減掉A2乘以B1C3 再減掉KA1乘以B1C3 整理出來之後 接下來我們觀察一下這裡面 這裡面都有KA1B1C3消掉 KA1B3C1相加減消掉 所以呢 我們整理完之後呢 就剩下這六項 這六項我們對照一下 它跟我們 行列式展開是一樣的 它展開是一樣的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 當我把某一行的K倍 加到另一行去 則它會等於原本的行列式值 它的值是不變的 那這個方便是方便在我們運算 在後面我們會介紹 有一些運算 利用這樣的運算 我們會減少我們的計算量 那減少計算量 才會減少我們的誤差 比較不會容易錯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把第一列的K倍 加到第二列去 所以我們用相同的方式來證明一次 好 那所以呢 我們要把它展開來 所以 所以乘開來 A1乘以B2 KA2 C3 A2乘以B3 KA3 C1 A3乘以B1 加KA1 C2 減掉 A3乘以B2 加KA2 C1 減掉 A1乘以B3 KA3 C2 減掉 A2乘以B1 加KA1 C3 那接下來我們把它展開來 這裡我就不再 重複的說 就跟剛剛的展開是一樣的 你只要細心的一步一步的展開 接下來你觀察一下 它都有相同的相同的相加減 相同的相加減 消掉之後 我們會發現剩下這六項 跟原本的行列是只是一樣的 所以說 同學 在這裡我們可以知道 當某一行 或某一列的K倍 加到另外一行 或另外一列 那它的值不變 那注意是 某一行 加到另一行 某一列 加到另一列 這樣子 才是可以的 然後 接著 接下來性質六 是說 如果某一行的每一個元素 我可以把它拆成 兩個 那 拆成兩個元素的相加 的時候 則我可以把這個行列式拆成 兩個行列式 那這樣講有點模糊 所以請你看一下 假設第一個 當如果我們的 第一行 它可以把它拆成 每一個元素都可以拆成兩個相加 所以呢 本來的元素可以拆成A1加D1 第二個可以拆成B1加E1 第三個可以拆成C1加F1 則我可以把這個行列式拆開 寫成 兩個行列式相加 那要這樣做一定是有它 方便計算的地方 這一定是有它方便計算的地方 或者 第二列 的每一個元素 我可以把它拆成兩個相加 則 我就可以把這個行列式 分成兩個來計算 所以 這個 當我們遇到題目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有些題目 我們可以利用這樣做 重點就是要讓我們 減少我們的計算 讓我們的計算能夠更方便 所以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 證明這件事情 好 那第一步 我先把 後面的這兩個 拆開這兩個行列式值 先展開 那展開的過程 這個我們就不再多說 這就是單純使用我們的定義展開 接下來 我要把這個等號的左邊這一個行列式 把它盛開來 經過整理 看它會不會等於這 右邊的這兩個行列式值的相加 所以呢 我呢 接下來呢 要利用我們的定義把它展開 好 所以第一步 我們由 左上 往右下 乘 把它展開 所以A1加D1乘以B2 C3 A2 B3 乘以C1 加F1 A3 B1加E1 乘以C2 減掉A3 B2 乘以C1 F1 減掉A1加D1 乘以B3 C2 減掉A2 乘以B1加E1 乘以C3 接下來 我們把它 試著 乘開來 乘開來 A1 加B2 C3 加上D1 加B2 C3 A2 B2 C1 加上A2 B3 F1 我剛剛好像有講錯 A2 B3 C1 加A2 B3 F1 加A3 B1 C2 加A3 E1 C2 減掉 A3 B2 C1 減掉A3 B2 F1 減掉A1 B3 C2 減掉D1 B3 C2 減掉A2 B1 C3 減掉A2 E1 C3 A3 A3 B1 C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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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C2 A3 A3 B1 A3 C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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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C1 A1 B3 C2 A2 B1 C3 A2 A2 A3 A3 B2 C1 A1 B3 C2 A2 B1 C3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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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F1 D1 B3 C2 A2 E1 C3 它都一樣 所以從這裡我們經過整理之後我們可以知道 知道說 這個 它的 展開呢 會等於 我們把它拆開來它的行列式值 他們展開的行列式值是一樣的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來證明 如果當我們第二列 它的每一個元素都可以拆成兩個 相加 那 它所展開的行列式值 會相當於先把它拆開來之後再取行列式的值 所以首先一樣 我們把它拆開的這兩個 的行列式值 把它給 展開出來 那這是利用定義 我們就不再多說 那 接下來呢 我們要展開呢 這個 第二列 它們的每一個元素都可以拆成兩個 那我們要來展開看 它的行列式值 是不是會跟 它後面這個拆開來之後的行列式值是一樣 所以我們按照我們的定義展開 一步一步展開 OK 然後我們按照這樣的順序展開之後呢 那接下來展開完了 那我們要把它盛開來 所以盛開來呢 A1 B2 C3 加上 A1 D2 C3 加上 A2 B3 C1 A2 D3 C1 A3 B1 C2 A3 D1 C2 減掉 減掉 A3 B2 C1 減掉 A1 B3 C2 A1 B3 C2 然後 減掉 A1 D3 C2 A2 B1 C3 A2 D1 C3 那這樣把它展開來 同學你不覺得還蠻有成就感的嗎 至少你在學數學 在這裡這樣慢慢成開來的成就感會讓你在學數學會有一些信心 好 那我們把它展開來之後呢 我們一樣來整理它 所以呢 首先 我們會發現呢 這裡面的都有一個 A1 B2 C3 所以呢 我們把它寫出來 再來呢 都有一個 A2 B3 C1 移到前面 再來 A3 B1 C2 移到前面 減 A3 B2 B1 再減 A1 B3 C2 再減 A2 B1 C3 那 你會發現喔 當你全部的這一些把它移向到前面之後 它會跟我們的第一個行列式展開只是一樣 然後呢 剩下沒有把它移到前面的剩下的這一些呢 它會剛好跟我們的第二個行列式的展開是一樣的 所以從這裡我們知道 當如果 我們的 這個 某一列 它的 同一列上面的這個元素可以拆成兩個 那我們可以把它拆開分別來計算 那這個當然就是在你會發現 這個行列是當你拆開它會比較好運算 可能甚至於就像我們前面遇過的 欸 它成比例 你這樣拆完之後它成比例 那它成比例 如果某兩行或某兩列 成比例 那會怎麼樣 你可以提出什麼 或者說他們兩個能夠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你會經過這樣子之後 你會讓你的計算比較簡單 像如果你可能在計算的時候很複雜 然後數字很大 可是你拆開某兩行或某兩列它們成比例 那行列式只會等於0啊 那所以它你是不是就少算了 所以我們在計算這個時候 還是要想辦法讓我們的計算能夠更簡單 然後能夠算出更精確的值 所以這些性值就是用在這時候 讓你的計算能夠減少計算量 但是你的準確度又能夠升高